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势有关 还与地下的情况有关 况且它所花费的资金也是很大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水该往哪里输送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国外发明了一样一个黑科技 就是速干混泥土 这种速干混泥土拥有一种特殊功能 就是当水遇到这种速干混泥土时 就像鸡蛋碰到了石头 因为这种速干混泥土会喝水 而且喝水速度还非常的快 一分钟能够喝掉四吨 这是由英国一家公司发明的 这种会喝水的速干混泥土 是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 它和人们平时用的材料不同 人们平时用的材料主要成分更多的是沙 而沙这种材料对水来说没有吸收作用 更多的是阻碍 所以人们用这种泥土扑出的路 吸水性就不好 会造成洪水堵塞 而英国也就是看到了沙子这种材料的缺点 所以才会在他们新发明的这种建筑材料中 以花岗盐为主要材料 花岗盐这种材料通透性好 能够让水很好的吸收渗透下来 还有对水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新型材料的价格和传统道路 所使用的材料价格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所以在成本上的使用 这种材料还是比较好的 除此之外 这种新型材料的寿命 比普通所使用的混泥土寿命还要长 人们平时所使用的混泥土 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出现裂痕 而国家对这种裂痕的修补也是一大笔费用 可是英国发明的这款苏干混泥土 就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款苏干混泥土能够被大量使用 这对于很多国家的道路来说都是一个福音 它不仅能够减少洪水的淤度 还会把这些水给存储起来进行二次利用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材料做成道路 也能够被人们使用很长时间 不给国家减少一匹修补的支出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